哈囉大家好我是老大師 終於要玩好久沒玩的天命騎運 那我們來 前往少林室 傻丫頭我們說他去少林室吧 敢問少林 少林官長們今天來到少林室 有何會貴感 上位大師 胡椒拜見日子 還卻讓東洋村民當圍 請問村民在此是否無恙 他們在少林室吃飽了睡 睡飽了吃 哪裡會有什麼危險 上位掌門你也聽到風聲啊 消息還挺靈通的 剛才說掌門消息靈通 我看也說過這句話 要是掌門消息真的靈通 怎麼會不知道 江東洋村民救出的人是何方神聖 原來你蠻頭口中說的 就說大家的大哥哥就是你 正式在想 要是咱們不信 可以叫小魔頭出來為我作證 咱們懷疑的沒錯 但還是偏了些 魔鬼教這次上少林不是為了論道 也不是為了招好村民 而是搶奪少林室保護下的某一樣東西 上位掌門上還記得當初 毒上你們方丈的 指引女子吧 當初他襲擊方的目的 就變是為了替魔鬼教搶取這樣東西 件寢占天命 箭血天命 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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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好了 好 中文字幕 by 王宣傳 傻丫頭 你也學我拜見一下方丈 好 行若茵茵茵方丈 姑娘 女書你姓啥名 再和男娜說一次 我 我也叫行若茵 你姐姐叫什麼名字 人在何處 現在老石茵家中療傷 奇怪 方丈怎麼知道我一個姐姐 老石茵是黃旗嗎 沒想到要往谷祖的兩個女人都還見著 真是天一大的騎士啊 帶你們今天來少林寺 室友其他武力 老鷹 你可否對男娜說說 這個還是教會大哥哥說吧 從前要往谷祖的谷祖 是否曾經將某種秘方數月脫不給你 那是距離現在十多年的事 你看起來年紀輕輕的 為何會知道此事 你怎麼來了 小貓 你這麼快起來啦 現在不是耍鼠皮子的時候 你們都找出鼠葉毀掉嗎 還不快找 要說萬一有時候 一直被解開關鍵中的關鍵 就是他派上用場的時候 好 少林風雲開始 先搜掛一下東西 優質金水啊 我們這邊會有一些任務要解 我們先解一解 這是一個是那個 笛子 要去找東洋的村民啊 我們先去找 地圖 我們先去右邊好了 這一個 這一個 給他笛子應該是知道 很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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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